打印测试条不出墨怎么办 我们需要找到对应不出墨的通道 然后我们直接往这个通道里面用针筒注入墨水 看是否能打印出相对应的测试条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机器关机 关机了以后 我们要把打印头推到中间 如果是这个浅蓝色 不出墨水 打个比例 浅蓝色不出墨水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浅蓝色的墨囊 把它拔掉 拔掉之后 然后我们用针筒 用针筒 吸半针筒墨水 然后把它拔到我们的喷孔里 在我们的打印头底部 垫点纸 还有打印头排线上 以防墨水流进打印头排线 紧接着我们把墨水直接注入打印头 可以看打印头底部 由墨水流出 注入完以后 我们把针筒去掉 然后把墨囊连接回打印头 连接好了以后 我们直接开机 然后打印测试头状态 检查这个通道是否出墨 如果还是不出墨水的话 就说明打印头通道烧坏 或者排线烧坏 或者排线烧坏